Covie 跳高地… Covie 你跳那麼高做甚麼呢? Marco 因為一會後就會公布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體格能測試日的結果 對呀!如果你不跳高點 用甚麼要輸給一班13至15歲的青少年足球員呢? 對呀!但是你猜香港的青少年運動員厲害 還是英國的厲害的還是我厲害? 猜甚麼呀?一起去聽結果吧! 經過兩年時間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體格能測試 終於有結果了! 一班香港的青少年球員 在較早前接受四個測試 包括立定跳高、20米衝刺跑 箭頭轉向跑和YOYO間歇恢復跑第二級 在測試完成後建立一個數據庫 讓教練和球員都可以了解青少年的體格狀況 現在就等測試負責人告訴你 測試結果究竟反映了甚麼 其實我們年紀要大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我們體能的數據水平就有越大的差距 另外我們發現原來我們香港青少年球員的體能增長 在U15-U16和U16-U17的進步率有明顯的下跌 跟外國數據比較的時候 我們看到外國數據的進步率每年都有穩定的增長 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不同 這些結果最主要的原因是球員訓練量不足 而沒有足夠的刺激來令到體能進步 那就要問一問容醫生 這類的體能測試 怎樣有助日後青少年在足球上的發展呢? 其實只要每一個青少年足球員做過一些測試的時候 他知道自己的強項和弱項 從而針對和教練商量 針對自己在某一方面的體能方面 要加強多些訓練 最理想當然我們增加訓練的時數 但有時在香港客觀的缺乏 這個客觀的球場環境之下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譬如我們講的高強度循環訓練 來加強身體的肌肉力量、耐力、靈敏性等等 其實我相信對於每一個青少年足球員 長遠的發展都有幫助 咦?我知道今天還有位型男來了 他就是香港足球總會的代表金盤坤先生 身為足球技術總監和港隊主教練 他都認為這個計劃有了青少年球員的發展 我們需要做一個正確的訓練 各個年齡群 從幼稚圖至17歲 我們需要給他們一個正確的訓練 讓他們發展的訓練 讓他們發展的體驗 我們在技術上的技術上 我們在技術上發展的力量 發展的技術上 我們在技術上的技術上 我們在技術上 我認為這個訓練 我們在技術上的技術上的技術上 聽了專家的意見 不如聽聽有份參與的同學有什麼感受 例如我踢球前鋒 就經常要撞人 搶球 還有射球 有時候這些訓練 專門訓練我們的腳力和身體平衡 就可以很有效提升我們的專項能力 青少年球員對於這個計劃充滿好評 不知道身為他們的教練 楊Sir又覺得 球員在改善了體能之後 怎樣提升他們的球技呢 其實所有的足球動作都需要體能 因為無論他的盤球 或者他一些動作的傳球 或者他要做一些戰術 行動都好 他都需要體能的支持 要不然其實他90分鐘 或者甚至半場都做不到 最後他就要挨打了 如果我們有體能去支持戰術 以及技巧的表現出來 我們才可以做到 所以體能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最重要的一環 聽完今天這麼多專家的講解和教練的意見 其實只要找對方法去訓練 香港的球員在體能方面 絕對不會輸給外國球員 那我就希望這個計劃可以幫助到 香港足球日後的發展 好 那我現在就去粗筆一點 拜拜